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 吴安 那现在是盘后的时段 那我们看今天的标题 早盘是跳空大跌 随后是开低走高 那近期的行情是不托盘整 那指数比较容易在区间有走 我们来看第一个 来解释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指数 我们看它是目前的 在那个有一个看到的红色框框 就是2月6号大跌的那个 那个跳空缺口 目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重的反压 然后呢 第二个跳空缺口 也就是2月6号之后那一个 它已经基本上被克服了 但是呢 现在又开始有点回落 但是基本上还是守在那个缺口的下缘之上 今天就很明显 一抵到那边指数就开始弹起来了 所以呢 基本上第二个跳空缺口已经克服了 那这边呢 要迈向下一个 也就是第一天跌下 跌下来那一个 那那个地方呢 会是一个比较重的反压 所以呢 以后在交易的时候 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 那它那个指数的跳动 是不是有变得比较激烈 或是说一直克服不了 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压力所在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那个是今天外资的三大法人 三大法人与外资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外资今天是买了34口 这小小买 34口的期货 那现货是卖了30亿 那合起来呢 大概也是卖了30亿左右 那这个呢 外资今天是稍微比较偏空操作一点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是八大光鬼 是政府的态度 政府呢 在 久违的护盘之后 所以今天呢 是稍微小小的买 那也是没有很多 但是呢 他可能闻到有点 即将下去了 他去护一下 所以 这边呢 可能 政府的态度呢 是处 一有沙盘 像 比如说像今天早 早盘的美股的利空 是一开盘就跌掉 跌掉蛮多的 那这个地方呢 可能就是会导致 八大光 政府的态度上呢 是会比较去 去一个护的动作 那我们这个图也很明显 今天 整日的买卖超 是有一点就是 所处于买超的部分 那这是有点 基本的 但是很久没有这样 这可以注意一下 那再来呢 外资 外资的话 今天是小卖 没有买的非常凶 那可能就是 跳空之后 涨上去的过程中 他也是有边涨边卖 那整体而言呢 他是小卖超 不如大家想象的卖的很多 我们来看下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鲁蛇指标 那我们看一下小台 扣掉三大法人的部位 这边 那 他的整体部位呢 是小小的解码 也是多单解码 可能就是属于 留一个多单 然后停损 那 基本上呢 鲁蛇呢 也是偏 趋近于中性 那温暖 目前是趋近中性 那整体而言呢 这两个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是属于一个 以目前来讲两个呢 都没有积极作为 然后部位都不大 那所以这行情呢 就刚刚我们的结论 盘整的机率就越来越高了 那这边呢 鬼骨子这边呢 给大家下来的结论 就是 一进行操作上的 建议是以盘整区间操作为一 那不宜追多 也不宜杀低 那各位呢 如果有选择权的部位的话呢 那我会建议各位呢 加一个有收时间价值的 收取时间价值的部位 不宜加一个就是 那个 损失时间价值 那来换取那个 伽玛的部位 这边呢 各祝各位操作顺利 那今天的分析到此 谢谢各位